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港股金組高開156點 勝出上星期五的勢頭 勝出50天線 即是22,388點的水平 加上A股金組高開之後 一舉突破3,200關口 令港股升幅擴大 一度升過321點 高見22,779點 恆指中不受報22,763點 升了304點 而國指的升幅就跑贏限止 是收報10,620點 升了214點 港股16隻股票被納入港股通股票名單 多中多數的股販金組組好 其中駁華太平洋曾經升34% 高見兩毫三仙半 中午升18% 另外中國銀行大升12% 海通國際、國泰軍安升超過7% 聯想控股升超過半成 有至18屆白中全會 將會在今個星期周末召開 議會上將會討論13.5規劃議題 相關金融改革預料將會陸續出台 中資金融股金組做好 圈商股大幅向上 除了中國銀河大升之外 中信證券升6% 新能萬國第一上海海通證券 華太證券升4.2% 去到8.6% 內地當局計劃管制網約租車 神州租車大升14% 另外有傳內地汽車反弄斷指南 月底就將會完成初稿 汽車股普遍做好 比亞迪、華晨、長熙、廣氣 是升0.4%去到6.6% 而吉利就跌1% 焦點股方面 報道指中國國新控股入股鐵塔公司 中移動升超過2% 中電信和聯通升幅更顯著 分別是升超過6% 而渣打計劃 精簡管理架構計劃環球匯財減 約1,000名高層員工 渣打今早升超過3% 成家匯約股份方面 從溫南酬做好 騰訊是升0.1% 而有全港交所旗下LME 計劃欺購波羅的海交易所 港交所升超過2%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 urespeed 感谢观看